蟲蟲說她們當時畢業的時候 是很吵不起電視圈 學劇場的吧 那時候啦 那時候有很粗淺的看法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覺得 我考... 我記得我考上北藝大的戲劇系 小鐘 很... 怎麼會這樣 你真的很窩心 你也好沒有良知喔 老闆叫你扁人都扁人 就真的扁啊 你可能表現像瘋狗一樣 你在我們這個劇團 不是這樣子的耶 你很嚇人 你在裡面講的是 這種戲可演不可演 可演可不演 這種配 因為等一下茵茵要講說 她因為演舞台劇 窮得半死的事情 所以趙哥你有因為這個舞台劇 賺到一點錢嗎 有... YES 所以要給你多少錢 是由偉忠哥決定嗎 哭不起來嗎 很想笑 你這個死辣... 死辣... 不是在三角 不是啊 限戀組決定 我們在團場決定 是 給得不錯 非常開心 三... 三度眨眼表示是很受歡迎嗎 衰海... 所以每多演一場 就增加一點收入嗎 沒有...就一個配 固定的收入 對 那越眨眼你不是越虧嗎 也不會啊... 我們新人有這個機會 你們都沒有這個機會 我們是不是 你不是這樣 他在劇場的時候是怎麼講 我...我演這什麼戲啊 我演一場 倒虧一場 因為他有時候要買個飲料啊 有時候要坐計程車啊 然後我們演出前 他會喝一點紅酒 他媽的 這種戲趕快贏了吧 不用演 他講嘛 真的 他剛剛... 這都是真的是他講的 他也真的要講 誰...誰的不知 誰的不知 你知道趙兄今天跟偉忠哥 一起唱有多緊張嗎 而且我跟你講 你不只舞台去這件事 惹到偉忠哥 你知不知道演藝圈 最著名的專業老饕是誰 就偉忠哥 對 可是 我那個是小兒科的 才該死 真的是小兒科 而且那次你知道嗎 就是本來那個 趙兄不是出了他的美食書之後嗎 那他當然就是依照慣例 他就要上個節目打書嘛 那結果康斯萊就說說 因為你上很多節目都在講這個書 所以我們節目就不方便再配合 然後趙兄就說他說 不配合的話 那我叫王偉忠幫我站台 總可以上了吧 所以偉忠哥今天是來幫他站台的 所以你把偉忠哥當小弟也這樣 你們真的... 明明是瘋狂的 然後偉忠哥他說 他說書的封面應該放在你們 瘋狂電視台的前面這樣 你們不要... 你們在電圈一直破壞 我跟趙正平之間的感情 不是 而且偉忠哥 如果我們去書店 然後你的書跟他的書 我要買哪一本啊 當然我買啊 用你現在的財力 你還用手 我是幫世錦小明問的啦 你跟世錦小明已經分開了 你不得了的女朋友 不要這樣啦 好啊 賣卡丁 又是我名下 偉忠哥 你認為 你每次給他下達指令之後 趙正平都是很恭敬的 就是去執行 還是他有時候轉身會在心裡 偷罵一句髒話 我是隱約在... 有一次是在他出門之後 我聽到那個聲音罵得比較大聲 我聽到了 開玩笑 從來不敢在偉忠哥 他現在... 我一直很希望他能夠... 怎麼講 能夠幕後的工作不要忘掉 所以最近要當導演嘛 真的啊 這是電視劇還是電影 公共電視的 比較優質的戲劇 那怎麼會找人當導演 公共電視是正派的電視團 你們現在在質疑偉忠哥的眼光嗎 沒有啊 我們質疑你的品味 人家質疑的眼光很合理啊 你幹什麼 你怎麼瞧怎麼瞧啊 你瞧辦法瞧 繼續質疑... 偉忠哥 你知道他裸上身 視訊的事嗎 什麼事情 你不知道他這件事嗎 不知道 什麼事 什麼事喔 脫下衣服 你不知道趙正平裸上身 跟網友視訊 這知道... 他說他生病 他跟我解釋是這樣子 他生病 然後他睡覺的時候 喜歡光上針 因為他發燒 然後呢 網友來的時候 他起來 他很快回視訊 所以才把這裸裸的這個身材 給出去 他是這樣給我解釋的 有差距嗎 你相信嗎 他講什麼我都相信啊 我都是初後算帳的 對... 趙正平說 他開始當製作的時候 對 有演員叫你... 男演員叫你把手張開來 小的時候 那個當助理 他做什麼事 洗菸地 因為那個導演已經在喊 錄音無事傷了 已經來不及 就把我抓過去 什麼事 這樣在比 我就手起來 砰 就下來了 忙收 當然也是燙到 當然... 可沒辦法 要錄 很快 怎麼說有抽 為了你開始抽 我覺得這個... 這個可能就有點跟你有... 有冤 有事吧 那時候是小助理 可是你說一個男演員會這樣子 會欺負人 大牌是會欺負人嗎 因為他也可以踩在地上洗掉嘛 對不對 那這個是有點過分 這個算是有點欺負人是不是 這個是你應該有惹到他 你自己不知道吧 以前當助理常常被欺負 什麼事也都不知道 因為如果他現在出來上節目 還這麼有真性情的話 他當助理的時候 可能非常的容易得罪人 應該不會吧 我記得有一次我幫個女的 也是女主角 遮...下雨 遮傘 女孩子我們當然不能碰她 可是你幫她遮傘的時候 我人就淋雨啊 她也沒有說一起遮嘛 也沒有 她就裝得不知道那個樣子 就是弄她自己 怕那個雨弄到什麼 我就這樣淋 你就站在雨中 對 就在雨中 因為那個傘小 也不可能說我們兩個一起 沒有 就給她...給她遮 我就這樣子淋... 淋了兩三個小時 所以你心裡記了很多恨 我當初的時候被欺負很慘 沒錯 那時候沒有電腦沒有視訊 你這一生命就要脫衣 我總會跟你講 趙哥來上康熙 有好幾次他都被我們氣到 在節目裡直接說 他再也不來康熙 有 起碼有兩三次耶 有 可是還是一直來 被你們氣的人 敢怒不敢言的多了 他敢言啊 他就說不來了 有沒有哪幾次是真的 有覺得我們刺到你的 視訊的那個是有真的刺到 視訊是你自己做的啊 但不要一直在傷口上撒鹽嘛 你偷了之後我們假裝沒看見 是不是 不是 就不要一直在講 誰一直在講是不是 對不對 我都在講啦 我都在講 好... 我對一個故事的... 對一個故事的 我都在講... 對一個故事的嘛 對... 以前幹他們這個行業喔 幹製片的喔 幹製片的 以前這個行業裡面有鯊魚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以前藝人或者是明星 真的是耍標 不出來的時候 製片真的會帶到後面打一頓 對 真的是打一頓 打一頓之後製作人就出來了 你幹什麼你 對... 小意思沒有... 不...這很難的 康熙怎麼啦 你動手動腳的 啪就給你巴掌 你混蛋 怎麼了 對不起... 這小子啊 我面前就打死他 黑白臉唱 我們現在不想對你看 他就不要怕 打他... 對 你就打他 見人的時代過去了 好可怕 我認定的 當劇開放了 當劇開放了 茵茵好像是覺得演舞台劇 特別會使妳的收入銳減對不對 因為變成通告 就是上通告的時間少了 因為全部都要For舞台劇 三個月 然後為了十天這樣 但我很喜歡演舞台劇 對... 還讓他有時間去玩直升 遙控直升飛機了 沒有 他那時候超大牌 就說要去上海演可以啊 加錢嘛 不是... 沒有啦 你還連自己走 你把你媽拖進來 整集節目都在喬 不是... 對...